大家好,我是五谷一 这就是咱们昨晚的露营地 那个小树林 一大早给当地的朋友给吵醒了 好像他们是在这里挖土 咱们看一下 刚才起船收拾了一下 把车子收拾干净了 就是要把桌子上的东西 放在地板上或者放在这个座椅上 开车就不会换 把这个衣服晒一晒 看,这里来了好多的人 好像在挖土 一群人在挖土 也不知道挖这个土是干啥用的 你看 挺乐闹的 我还以为不会有人来这里 但是看着一下子一大早就来了好多人 刚刚收拾车子的时候 才发现我这个车子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坏了 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不知道昨天开车挂到哪里了 我也不懂得这个县是干啥的 有知道这个县是干啥的吗 反正就这样跑出来了 现在就只能把它先烙在这里了 干啥的也不懂 一大早简单煮了一个稀饭 皮蛋瘦肉粥 吃完就准备继续出发 虽然不是很好看 但是还挺好吃的 准备出发 这路边有这个突救啊 下午下 好吧 然后这边有点 变速箱的故障灯又亮了 我已经打开了 我现在看到了 我已经有点准备成功了 我已经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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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车子超容易打滑 因为道路已经开始在结冰了 而且就是一直散不来 当后面变速箱又出现故障了 它的变速箱故障码又亮了 现在呢只能停在这里 等一会看一看 待会再重启一下 太原又出来了 现在从国道214转到了317 今天这个风景绝了 你看太阳出来了 哇 风景好好吧 花了个五分钟时间 做了一份双菜鱼 准备吃 咱们收拾好也吃饱了 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 太阳也出来了 咱们准备继续出发去找露营地 今天要翻出这个雪山 如果晚上翻这个的时候 很容易道路有结冰 你看 今天还是顺利翻过了这个雪山 现在到了这个露营地 是一个春委会 咱们看一下离春委会特别近 这样真的是安全感满满 你看 就是在这 这里就是春委会了 今天就是在这个春委会门口露营的 这样安全感满满 待会能准备起锅烧油了 好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你喜欢往后 有美同 你 любов的 你爱替我